清水魚市場 這裡除了有賣魚貨還有吃海鮮凍 我們這次來清水魚市場 我們進去裡面看看 入口右邊這次就是魚貨市場 但我們出國在外不太可能會買這些上飛機 如果要的話 現在疫情期間也不太方便 就是用寄送的 今天九點半開始營業 到下午五點左右 有這幾間店 我們進來啦 來這裡就是吃海鮮凍 駿河洞 其實這裡是金剛比較招牌的就是駿河洞 這太多間了 其實應該都很好吃吧 我們來看看挑哪一間呢 這裡啊類似那個布拉伊好像很有名 小碗你的眼睛還張開開的啊 你想吃嗎 這樓上也好幾間 上二樓看看 丼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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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簡單講就是海鮮凍 只是看你的魚 你的生魚片是什麼種類 哇 啊 麥克麥克 當地的吉祥物 決定吃海岸食堂 因為它有做隔離的設備 一些Menu啊 其實有炸醋牌 可是來這邊就是要吃海鮮類的東西 用那個麵板點餐 是鮮魚 鮮魚側嚕 鮪魚側嚕 馬古魯是金槍魚 吃東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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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薯條就來了 用餐環 對,我幫她磅點薯條 你把包你的現炸薯條來囉 十種的海鮮丼 再來就是炸物的組合套餐